是中国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 主要业务集中在高效清洁能源 新能源及环保 工业装备 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拥有七家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超过八百亿 六万多名上海电器的创造者 在各自的岗位上 与全人类一起开创的未来 当今能源与环境 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 上海电器以能源装备为核心产业 在火力发电领域 实现了从三十万千瓦 六十万千瓦 到一百万千瓦 再到世界最先进的 一百二十万千瓦 超超灵界机组的技术研发和产业突破 成为世界最大的火电设备供应商 为全球提供了两亿两千万千瓦的火电设备 上海电器制造的一千兆瓦等级 超超灵界火电机组 具有高效 环保 节能的领先技术优势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上 始终保持第一 安装在上海外高桥 第三发电厂的两台一千兆瓦 超超灵界机组 创建了发电煤号 二百七十二克标准煤 每千瓦时的最新世界纪录 上海电器与西门子合作 制造重型燃气轮机 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目前已承接F级 一级燃气轮机二十八台 并成为中国首个IGCC项目的 主要设备供应商 输配电是传输电力 不可或缺的航线 上海电器与西门子 阿尔斯通 施奈德合作 成为中国最大的输配电设备制造商 具有提供从发电 到末端用户的主要设备 成套制造能力 形成了在高压 特高压 大型变压器领域的 市场竞争优势 并正积极推进 新能源与智能电网领域的 科技研发与产业化 为中国坚强的智能电网的建设 而努力实践 在新能源与环保领域 上海电器始终不懈地进行着探索 其核电产业先后经历了300兆瓦 600兆瓦 1000兆瓦等发展阶段 2010年8月 上海电器研制成功 中国首台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制造的百万千瓦级核电蒸汽发生器 实现了产品制造能级 从6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的重大突破 上海电器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 300兆瓦 600兆瓦 1000兆瓦压水堆系列制造业绩的集团 堆内构建和控制棒驱动机构市场占有率 近100% 目前上海电器已投运核电项目9个 再建项目14个 今天上海电器已拥有核岛主设备 常规岛主设备 大型断建 一控一表 蹦伐 电缆等集成化和规模化供货能力 并正亲力打造世界产能规模最大 制造集中度最高核电设备供应链最完整的专业化产业基地 上海电器 作为成长中的风电整机 及核心零部件主要供应商 具备陆上 潮尖带和海上风厂的市场经验 成功研制的3.6兆瓦海上风机 技术先进 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容量风电机组 以成功中标国内首轮海上特许权项目 上海电器 依靠先进的新能源技术 为改善能源危机 促进人类和谐共生 做着机 与中国北车集团合作 具有年集成总装300辆轨道交通车辆的能力 上海电器 拥有产品门类齐全 系统成套能力强的工业自动化制造企业 为客户提供自动化仪表 及完整的产品 系统 解决方案和服务 拥有中国最大 设备最先进 加工能力最强的大中型电机制造基地 其大中型胶直流电机 占全国电机市场的三分之一 拥有中国最大的气轮机叶片制造企业 是全球叶片的重要供应商 也是中国核电机组大叶片的唯一供货商 并正全力进军航空航天领域 上海电器与日本发纳科合作 为工业领域提供各类机器人 智能机器以及应用机器人的自动化成套系统 拥有中国专业从事纺织机械 其纺织器材制造的产业基地 在轴承 工具 紧固件 液压件 阀门等关键基础件领域 上海电器也始终占据着行业重要地位 在海水淡化 船用驱轴 古风机 消防装备 工业压缩机 工程机械 启重设备等特种装备领域 上海电器也一直坚持做到更好 上海电器 依托强大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实力 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 重点发展工程总承包 系统集成与设备成套 零部件配送服务 升级改造 维修保养 技术服务 金融服务等业务 服务业收入总额 突破180亿元 占集团收入比重22% 上海电器 积极拓展海外电力工程市场 电站工程项目总金额 1300亿元 装机容量4500万千瓦 项目 遍及印度 印尼 越南 波茨瓦那 孟加拉 埃塞俄比亚 苏丹等国家和地区 位列2010年 ENR全球国际承包商 第78名 上海电器 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工厂 作为中国动力工业发源地的 上海电器 敏航基地 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 与产业升级 焕发着新的时代活力 1.65万吨油压机 630吨米 锻造操作机 450吨电渣 重容5等设备 构成上海电器 在能源装备制造上的 领先实力 集特大 重型超限装备制造能力 于一体的 临港制造基地 已形成 百万千瓦火电 核电 大型风电 大型船用设备的 加工生产和总装能力 成为支撑 上海装备制造业 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基地 以自主创新为灵魂 以集成创新为基础 上海电器 努力为中国和世界 提供着更高效 更绿色的能源装备 和工业装备 立志建设 现代化 国际化的企业集团 上海电器 这张代表着 中国先进生产力 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国家名片 它已聚焦国家战略 打造国之利器的报复 实践着提升 中国国力的势力 上海电器 为国力而努力